我还想做你老婆呢 不要你 不要不行 死屁 就是要做你老婆 管 你们是不是老婆了些的 我老得去红帽子了 知道不知道 我老得去红帽子 不能回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在管 留我活动我的 这是贾张科 故乡三部曲之一的站台 2000年上映至今 都伴有将近7万人 打出了8.4的高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改革的春风率先在沿海地方展开 远在山西的弓扬小县城 发展的却有些之后 崔明亮和张军都是20多岁的小伙 在线文艺团工作 平日里崔明亮觉得自己是文艺工作者 靠脑力也能养活自己 所以什么活都不肯干 最近张军的姑姑 从南方寄来两条喇叭裤 在那个遍地都是蓝色工装的年代 这样的裤子还是很少见的 为了赶时髦 崔明亮也催着老妈 把自己的裤子改成喇叭裤 母亲不理解儿子的荒唐 父亲更是嫌弃喇叭裤 中看不中用 完全干不了活 崔明亮并没有和父亲继续纠缠 他只是觉得父母思想太保守 而他今天之所以穿喇叭裤的原因 是他和好友约了团里的妹子一起看电影 戴蓝围巾的姑娘是张军的女朋友叫中平 另个是尹瑞娟 他和崔明亮的关系比较暧昧 今天他们看的是一部叫做流浪者的印度电影 可看到一半 尹瑞娟的父亲就找来了 尹瑞娟的父亲是个警察 他不喜欢女儿跟崔明亮在一起 在他眼里 崔明亮就是个流里流气的街流子 他可不想女儿跟这样的人过 崔明亮也知道这些 所以每次想见尹瑞娟的时候 他就会爬到城墙 眺望着尹瑞娟的家 尹瑞娟也会在房间里注视着他 虽然两人彼此爱慕 但谁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还是尹瑞娟率先打破僵局 他告诉崔明亮 父亲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对方是个牙医 还是个大学生 有稳定的收入 本来尹瑞娟是想试探崔明亮对自己的态度 可崔明亮并不明白 还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之后的日子虽然还在一起排练演出 但崔明亮整天都是郁郁寡欢的样子 尹瑞娟几次找他说话 他都是爱搭不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这个内陆小县城也在一点一点涌入新鲜的事物 最近有个温州人在县城开了发廊 张军的前女友在发廊烫了个卷发 他看到后忍不住的上前和他多说了几句 恰巧被钟平看到 言语间充满了醋意 张军只好用普希金的名言来哄对方 钟平不像尹瑞娟 被父亲一直管着 她是那种比较开朗大方的女孩 喜欢新鲜事物 所以张军也带着钟平去烫了头 团长看到钟平烫了头 打趣的说钟平像个西班牙女郎 非常适合跳斗牛舞 本来就是团长的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钟平还真的跳起来了 而钟平从双马尾变成烫发 也暗示着时代的变革正在慢慢发生 不久 张军没和任何人打招呼 就一个人跑去了南方 他想到那里看看花花世界 张军的不辞而别让钟平憔悴了不少 尹瑞娟特意赶来安慰 可他自己和崔明亮也是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等他从钟平家出来后 崔明亮就把他叫到城墙 旁敲侧击地说自己朋友在打赌尹瑞娟 是不是他女朋友 尹瑞娟知道崔明亮这是在向自己表白 就扭扭捏捏地说不知道 木讷的崔明亮不懂女人的心思 以为不承认就是拒绝 便有些失落地离开了 回到家后 他收到了张军寄来的明信片 上面写着花花世界真好 看到明信片上的高楼大厦 崔明亮也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很快夏天到了 张军也回来了 去过一趟大城市后 张军穿得更加时尚 不仅手上戴了表 手里还提着大录音机 文工团的人都跑过来打招呼 钟平也满血复活 晚上几个年轻人听着录音机里的歌曲尽情摇摆 崔明亮却一直和尹瑞娟保持着距离 热恋时期的钟平发现两人不对劲 便劝崔明亮作为男人 要大度一点 人家毕竟是女孩 在钟平的一再劝说下 崔明亮鼓起勇气再次找到尹瑞娟 又一次问她是不是自己的女朋友 这次尹瑞娟却果断说两人不合适 以后还是做朋友吧 这下崔明亮是彻底失望了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不成想家里也出事了 崔明亮的母亲收拾东西时 发现崔明亮父亲袋子里装着其他女人的义务 怀疑她在外面有人了 夫妻俩为此大吵了一架 崔明亮本想劝嫁 没想到父亲让她少管闲事 崔明亮一下子就火了 直呼起父亲的名字来 另一边 张军和钟平两人久别重逢后 由于没把持住 钟平怀孕了 钟平很高兴 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张军结婚 可张军自从看到过外面的花花世界 就不想再被困在这方寸之地 于是他找团长帮忙 找了一家偏远的卫生所 把孩子悄悄打掉 不久 文工团响应国家号召 要承包给个人经营 团长一直在做思想工作 希望内部人员可以承包 毕竟内部人员承包还有优惠 可有的要么没钱 有的要么不敢 最终还是一项低调的老宋承包了文工团 文工团被承包后 为了适应市场环境 就开始四处巡回演出 可尹瑞娟的父亲病了 他没有和大伙一起远行 文工团来到一个偏远的山村 在这里崔明亮见到了他的表弟三名 他没想到 才几年没见 表弟比他这个表哥还显老 差点都没认出来 崔明亮觉得剧里演出还有时间 就带着朋友先到二姨家串门 三名不爱说话像个闷葫芦 和他待久了就会显得有些尴尬 再加上家里穷 一直都找不到对象 为了供妹妹上学 他也只能到附近的煤矿工作 晚上村里通了电 这是村里第一次用上电灯 估计也是因为这件事 村里才请文工团来表演 第二天 三名到附近的矿场找工作 文工团正好要到矿场演出 崔明亮坐着拖拉机 他想顺路带上表弟 可三名却拒绝了 他说走小路径 崔明亮也没办法 只能看着表弟一个人 走在那孤独又荒凉的山路上 在招工现场 三名不认字 让崔明亮看看合同内容 省市合同 以省市优明福贵在田 奔任职愿在高压城煤矿猜 注意万一与煤矿无整合关系 二 奔着革命的人道主义谨慎 注意不扯 煤矿补助煤人500元 给其自己假设 三名人没钱 工资誓愿 崔明亮念完这份不公平的生死合同 原本以为三名会拒绝 没想到三名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按了手印 文工团演出结束 他们便坐着拖拉机准备回城 三名追了上来 给了崔明亮五块钱 让他把钱交给妹妹 让他好好读书 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了 三名瘦弱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 却背负着本不该一人承担的重负 时光慢慢流逝 剧团的交通工具也从拖拉机变成了大卡车 就在听着当时流行歌曲站台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 众人纷纷朝着轨道方向跑去 望着急驰而过的火车 他们激动地挥舞着双臂 不停地呐喊着 可慢慢地他们的眼神中又充满了失落和迷茫 铁轨的尽头 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外面的世界 可环顾四周都是群山环绕的荒野 他们想出去可有怎么出的去呢 这天剧团到旅馆入住 钟平和崔明亮聊起了尹锐娟 尹锐娟这个人吧 你们还是不太了解 他其实心情特高 自己还偷偷考过神歌呢 你再也不考 尹锐娟哪也不考 崔明亮假装不在乎 然后找了个借口离开 其实是出门给尹锐娟打电话 可刚打通 他却没勇气说话 又把电话给挂了 而就在崔明亮离开的时候 张军和钟平两人又开始了深度交流 结果被警察抓到了局里 罪名是非法同居 搞流氓活动 在那个年代 没有结婚证住在一起就是耍流氓 好在团长将他们保释了出来 回去的路上 张军和钟平都不说话 要说最难受的应该是钟平 他和张军在一起受了两次苦 一次是打胎 第二次是被抓进警局 而原因都是张军不肯娶她 这让她对张军很失望 回到县城后不久 崔明亮带着一家人第一次下馆子 她从兜里掏出十块钱给三明的妹妹 说是三明给她的 让她好好读书 与此同时 钟平就突然消失了 一开始团长还以为钟平是在耍大牌 后来才得知 钟平是不辞而别 这天晚上 张军大醉了一场 尹锐娟自从离开剧团后 就进了编制 在税务局上班 每天朝九晚五地骑着小店驴上下班 而剧团则依然还在各地巡演中 只不过表演的节目也变了 唱起了摇滚歌曲 可剧团的生意却越来越差 不少人离开了剧团 各自谋其他出路了 后来团长加入了两位年轻漂亮的新成员 可即便他们在街头卖力的表演 却没有人驻足观看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不久剧团解散了 跟着剧团在漂泊几年的崔明亮 带着不甘和遗憾回到了家乡 只不过此时的家乡早已物是人非 在他离开没多久 父母就离婚了 父亲至今都没回过家 好友二永开了一家小店 在二永的店里 崔明亮和尹锐娟再次见面 尹锐娟这些年也相过几次亲 或许是心气高 或许是心里还有崔明亮 所以到现在还没结婚 隔天崔明亮来到了尹锐娟家里 曾经最熟悉的两人 如今的对话却显得有些拘谨客套 两人虽然选择的路不一样 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 多年后 在一个在寻常不过的午后 崔明亮手里夹着烟 正在午睡 尹锐娟哄着孩子 炉灶上的水快烧开了 发出刺耳的鸣笛 他们最终还是一起过上了最平凡的生活 成为了他们曾经拼命想否定和远离的人 在前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